教育部早前宣布 目前处在国家复苏计划 第二到第四阶段的中小学校 从10月3号开始 安排学生轮流回校上课 配合这项决策 教育部将会提供一套 适用的轮流上课指南 供校长、教师、学生和家长采用 确保这项全新的上课制度 能够达到良好的效果 教育部部长拿杜拉茨吉丁 在国会下议院部门总结辩论环节 回答人民公正党 兵州巴扬巴鲁国会议员 沈志勤的提问时指出 教育部将为教师提供一份 轮流返校授课指南 让教师一方面可以进行 面对面教学 一方面也能够为居家上网 课学生布置作业 预露教学视频 或者通过DDTV授课 拉茨吉丁强调 对于居家上网课的学生群体 授课指南将会讲解 执行网课和面对面教学的概要 包括如何根据学习主题 安排课业 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料参考等等 针对一些人士质疑 轮流回校上课的成效 部长表示 各地学校已经关闭了一段时间 而全国有超过500万名学生 学习资源和校园设备环境 都不尽相同 因此教育部始终必须让学生回校上课 才能够跟上学习进度 另一方面 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拿督阿莫·马斯利扎指出 高教部正在和大马国立大学 辅导理事会合作 制定一份关注大专生 心理健康纲要 以缓解学生在疫情之下 面对压力 焦虑和抑郁的心理问题 这份纲要预料10月推出 阿莫·马斯利扎在国会下议院表示 国立大学备有150名辅导员 可以为大专生提供支援 到目前为止 国立大学已经在线推出了 160项压力管理活动及课程 高教部去年已经执行了两项课程 今年会执行另外五项 马星社电视综合报道 開始 阿莫·国立大学 並进出 に本来令皆公面 会执行 あります clasma 実行